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個在Burnaby的樓盤項目 其實這個樓盤項目是由兩塊組成的 有些低階墨結構的condo 重點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它旁邊的一塊屋子項目 它的位置是在Burnaby 東南角近Edmont的地鐵站 說近的話也要走路約15分鐘左右 但那個區域一直都在發展 之前我沒有特別在我的影片分享過 但那邊有Cedar Creek、Ledmont的Southgate City 那個是Edmont的東邊 我們現在在Edmont的東南邊 有些很大的樹林和公園叫Burn Park 這個區域今次是一個很好的發展商Poligon 重點不是放一個condo 因為低階的區域都不少 反而Townhouse項目是我覺得最值得和大家分享 因為都知道其實有不少朋友 一直都在找Burnaby的Townhouse 而Burnaby這個這麼大的區域 反而是Townhouse項目是很稀缺的 我記得是我上次去分享一個Townhouse屋苑 那個項目差不多是兩年前2020年 那裡是對上一個大型少少 以及很發展商的項目 所以今次Poligon告訴我 我們有在Burnaby East 有一個項目的時候都覺得很開心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Time Line上它已經在建立 所以整個project 無論是低階的condo還是Townhouse 都是2023年 即明年大約Spring Time to Summer 可以陸續交樓 Townhouse總共有44間 而今次Townhouse的特點 就是它其實是 帶回原本在Cocquillum、Bellantria那邊的概念 不是很窄的Townhouse 是三層樓高 Lower、Main、Upper Floor Double Side By Side、Garage 這樣寬度的Townhouse 我想大家也會滿喜歡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可以看看地位和Fall Plan等等 現在的資料相對比較有限 因為是一個很開始 只有一個簽證的一個階段 Show Home 即Sell Center 是未準備好 要等到大約兩三個星期左右 其實我現在在Toronto 是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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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去可能隔一個兩個星期 便可以去看 而Polygon這邊跟我說 他們的Selling Timeline 現在未確認 但也很快 很大機會是Show Home 準備好之後 Show Home是真的有一個 actual Townhouse可以去看 很吸引 Show Home Ready 大家可以去看 是一個很短的預測時間 可能是一個星期左右 便會開始寫合約 所以我也不想等到 那時再拍片 大家準備的時間 可能會比較急速 因為有些人的錢 要準備好 要跟家人商量一下 喜不喜歡這個項目 或是有很多思考過程 所以想提早跟大家說 讓大家足夠時間 去考慮項目是否適合自己 我們先看看地位的地位 大溫哥華的地圖 我們現在在看Burnaby這個社區 Burnaby Metro Town 大家最清楚 Metro Town就是這個位置 整個大堆 Skytrain站都在這裡 我們不是在Metro Town的站 我們是過來這邊 有一個Skytrain站 叫做Edmond's 在這邊 在Edmond's附近 除了有Skytrain站 還有一個大的巴士站 有小量的Portle 然後Kingsway就是上面 我們這個community Burn Park by Polygon 就會在這堆樹林公園裡 其實是在公園這裡 如果大家看回衛星地圖 給大家看 其實整片都是樹林 有附近 有很多天然的環境 我們的project就是這個位置 衛星地圖其實未顯示到 它已經在興建 它的completion date 是說明面的Spring time to summer 它的位置會是Burn Park Drive 及Selfridge Drive 我剛才看了這個文章 給大家看 那個建築的外觀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剛才說了 它是由一個建築 Lowrise建築 大概五層左右 1、2、3、4、5 還有後面是Townhouse 44間組成 這條是Burn Park Drive 所以Townhouse比較專注的位置 應該是在後面靜一點 不會對着Selfridge Drive 所以你的住宅體驗就會舒服一點 我們先說Townhouse的Fall Plan 其實是很簡單 很容易消息的 所有的資訊我都放在我的網站上面 大家可以在carriequite.com 跟著 slashbyrnepark Burn Park 就可以上到我的網站上面 然後就會有圖 還有你可以按鈕 就可以看到樓書 Fall Plan等等 我們可以看看 剛才說Townhouse的Fall Plan 其實是很簡單直接的 最小的一間 尺數都有1518尺 所有Townhouse的44間 全部都是四房的 它的構造很相似的大同小異 都會是Lower Floor 就會有一個Entry 還有有一間完整的睡房 有窗有櫃 然後那個後面入是 是Side by side Double Garage 樓上上一層樓梯 大家就會看到是Living Room Dining Room 廚房還有Family Room 是一個比較闊落的 比較足夠大家可以去玩的空間 然後就有Powder Room 再上樓上之後就會是三間睡房 其中這裡有一套主人房 En suite 有Walk-in Closet 然後有兩個Sink 就是這個Fall Piece的洗手間 Washer Dryer 都是Side by side的Laundry 另外兩間房就Share這個Bathroom 其實我看過所有Fall Plan的結構 大致上都是這樣的 這個大一點 1578尺 然後這裡是1512尺 其實大部份的Plan都是一樣的 好像這個就有少少不同 有些位置會凸出來 因為它是Cornet Unit 大家會留意到 好像這些位置會多了窗 這些就會是貴少少的Home 它的Size比較大 1657尺 現在這些Townhouse的報價 是一個很Rough很Draft的階段 暫時Polygon跟我說是150多萬左右 大家可以用這個來參考 我先說150多萬 但我覺得150多萬應該是最便宜 以及最開始買出去的一兩間 即1500多尺 亦不是Cornet Home 如果大家想一下 選擇Unit 又選擇Cornet 我覺得會有機會去到8-6-8-7萬 大家心裡有個底 如果之後Sell Center Ready 再有更新的Pricing Information 會再跟大家說 順便分享Condo 我亦有個客人在找這類項目 他說可不可以有一個屋苑 又有一個Townhouse 然後旁邊又有些便宜的Condo 或者項目 我可以做個Investment 我去管理的時候很方便 走兩步便可以和我租客交涉 既然是這樣跟大家分享 好像這個LowriseCondo 其實它有五層樓高 它是木結構的建築 它的五層樓裏 大家會看到是錯了三樓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大部分發展商項目 政府都會要求你留一個部分做Rental Home 所以三樓全層會賣給一個獨立機構 去做出租管理 至於這個租出去給什麼人 暫時相信應該會稍微低市場 即是會比我們普通租金低少少 但低多少就未知道 這個之後還有Information 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賣的這四層樓的Home 主要都是兩房為主 大家看到有三個Series A Series B和C A是一房 只有幾個單位很少 主要都是B這個Series 就是800呎中的兩房單位 就是Unit的內部 沒有空間位 例如B Series的兩房 尺價應該不會過1000元 所以大家可以預測 大約80萬以下都會買到這個單位 當然要看時間段 買到後期便可能價錢會調整 然後到C Series 會是比較大的兩房 去到970多呎的最大間 C Series全部都是Corner Home 剛才大家看到每一層排布都差不多 中間的全部都是B 我們可以很快地掃一掃 一房只有幾個 一二三四個一房單位 我們就不說太多了 應該都要六十多萬 然後B Plan 大部份Polygon的兩房單位 它的開織都是類似 之前大家有看過 Berkeley House 在Richmond 我去年拍的影片 都是類似 門口進來就是L-shaped廚房 加一個Island 然後兩邊開房 這邊是主人房 Walk-in closet 四層的洗手間 然後這邊又是一間房 然後隔壁可能會是一個洗手間 這些大概是855呎的兩房 Plan B 去到C Plan 就會有點不同 它就會是Corner Unit 好像這間 就是964呎的兩房兩次 全部都沒有釘 門口進來有少少走廊 因為Corner Unit 一套的睡房在這裡 感覺上他們的洗手間和睡房都很近 好像套房一樣 然後這邊有很多儲物空間 Washer Dryer 廚房在這裡 客飯廳 全部都是窗 Corner Unit都有很多窗 然後主人房 Walk-in closet會大一點 一樣是四層的洗手間 C Plan最大的應該是這個 C2 975呎 就是整個建築的東南角 陽光位採光最好的Corner 但其實Plan也是差不多 只是尺寸大了 用同樣呎 900多元不到1000元 如果這間尺寸計算的話 大家預算是九十多萬 可能八萬美 九十萬鐘左右便會賣到 價錢剛剛跟大家分享 管理費未知 Townhouse是沒有冷氣的 為何會現在做出來的project 都沒有冷氣 因為它不是剛剛開始 現在才計劃動工 其實它一兩年前已經在建 是標準明年的Spring Time Summer Time可以交樓 所以當時沒有考慮到冷氣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Townhouse是沒有冷氣的 將來可不可以加冷氣 就是一個問號 但據我所知 譬如說很多大型Townhouse社區 不是Burnaby 譬如說在Portside 之前買Antham 我們有分享過 或者Georgia D Strata都批評可以再裝冷氣 這個大家可以考慮買了之後再看看 這是冷氣問題 這是充電電車的問題 我所知的資訊 就是在Condo樓下的Parking Spot 全部都會做EV Rough In 如果大家再需要有電車 要啟用Rough In 再給一個Extra Charge 去啟用它 就是這樣 我把所有資訊放在我的網站上面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直接聯絡我 或者最好是按剛剛那個紅色的按鈕 大家會看到 即是預約看樓 意向登記 麻煩你填一填的資訊 我知道你對這個項目有興趣的話 一有什麼資料 我有電郵可以傳給大家 或者可以聯絡你 我現在人就在Toronto 因為我們今個Summer 8月多的時候 我們就跟機仔來了一個旅程 所以我想看看Toronto 因為我們來到加拿大幾多年 我們由1617年移民過來加拿大 去到現在都五年左右時間 之前經歷了COVID 我們其實只來過Toronto一次 我記得是一百年的時候 帶公公過來 Toronto待了一晚兩晚 已經去了另一個城市 接近這一兩年來 都有很多Toronto的客人 在Toronto這邊聯絡我 在Vancouver 就說想買一個Evacomunit 或是想搬過去 每次聊天 他們說到Toronto的時候 我都很陌生 很不熟悉 所以我問我老公 可不可以陪我來一個Toronto 考察旅程 至少了解這個城市 學習一下 雖然我們不會搬來做地產經紀 但起碼都會知道 例如Mackham Missassaga Downtown York Northyork 我覺得 敏感 簡直是一個很大的Richmond 放大了 很多中餐 很多食物 很開心 我們住了兩三天之後 駕車去Montreal 去Keyback 中間也停止了幾天去玩 現在回到Toronto Polygon跟我說這個資訊 所以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人不在那裡 所以希望盡量可以帶到 到這個項目現場 是怎樣給別人 所以我邀請了我的License Assistant Kerry Kerry Jow其實是機仔的表輩 Kerry第一次拍片 我很期待 我現在拍的這一刻 是未見到她的影片 所以我很期待 希望大家如果覺得好的 就多多讚她 如果覺得比較好的 都可以留言支持她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現在來到Burnaby的一個樓盤 叫做Burn Park 發展商是Polygon 現在的construction process 是起到七七八八 已經開始安裝窗口 我們現在向南的這條街 叫做South Bridge Drive 可以直接通到Marine Way 在這條街 看到有一個車站 是可以直接去到Advance Station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世界 叫做Burn Park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些walking trail 我们向西方向开车三四分钟 可以去到market crossing 有餐厅 银行 还有很多超市 大家可以看到四周围有很多树木包围 如果我们围着Burn Park Drive 一直走下去的话 大概15分钟的walking distance 可以去到Edmond Skytrain Station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low rise 向后方我们可以看到有大概20间的townhouse 然后向北和向东方向都有很多树林包围 是一个比较安静的社区 周围的环境就说到这里了 谢谢观看 我们讲完正经的 我们就继续分享旅游喜悦的心情 我们今次来到多伦多 就住在多伦多丹坦附近的香格里拉酒店 我那时留了个notes给酒店 就说这是我和基仔 我们是结婚几年了 五年的 wedding anniversary 所以我来到的时候 他竟然和我们升级了一个套房 我和大家参观一下 这里的酒店来到的感觉 比我想像中式 我知道香格里拉是一个香港品牌的酒店 没记错的话 没做fact chat 但进来的中式感觉很重 多了很多木材 主要是木材组成 这边是门口 门口进来的衣柜 还有它的櫃门 这个会不会暗 它的铜钱在哪 很有趣 有这个铜钱 这个是乾隆寶通 他不仅如此 他连茶 刚才我想打开 看看有没有茶喝 都可以带一些很香港很中国的味道 譬如我刚刚喝的 这个 是桂花茶 我多久没见过桂花茶 这种东西 他大同说找 有时也未必找到 这个有薄荷茶 有写中文 pepper mint 又有jasmin 茉莉花茶 它是套房 所以它可以关门 这里可以关门 其实我们之前进来的时候 觉得套房没什么所谓 是多张梳法 好像舒服点 但发现真的有用 因为刚才机仔很努力地在剪片 然后我又有电话要叫 客人去看楼 大家会干扰得很厉害 如果没有一个房间 如果这是同一个空间 他又听不到剪片的东西 我客人又听到背景很随便的声音 所以这套房也是它的好处 这些也是很中式的效果 你看这门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些木条门 但最好是去到洗手间 它就回到一个很现代的风格 因为我自己去租酒店或出去住的时候 其实每一间酒店都很温暖 我会很注重洗手间 因为我女生 机仔无所谓 住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会觉得桌面空间很重要 因为女士一定有一大堆护肤品 然后洗卸妆 然后化妆品 不要关门 所以如果酒店的桌面空间不够大 或者没有double sink 我就会double check 客人先 有点有影响到底部 你不动就没人看到 你一动就离开 所以我每次去设计酒店的时候 无论设计什么酒店 最好有浴缸 可以浸浴 然后桌面空间要大些 有浴缸 那这个酒店 他来到这边的话 就会更新的 我觉得去到洗手间 都主要是白色云石 这些桌面 这些扣的 对 他下面也有这些 也有一些很中式的雕花纹 又配一些针线包给你 对吧 对 他有分一个刺客 还有后面还有浴缸的地方 我其实觉得 还有一件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每次去旅行的时候 洗头和护发素 我的头发因为很干旱 所以我都很重视护发 它的产品 因为如果自己大又很烦 两个星期 这样细枝又不够 但两枝又很多 大枝又拿得辛苦 所以我用到现在 我觉得Fairmon的Rose 31是最好的 然后我昨天试了Changrela 我常常不读这个牌子 Locotin 不读这个字 这个牌子是联营的 我觉得味道也挺好 至少今天洗完头发出来 不会太汗 它有个walk-in closet 但这个walk-in closet 我觉得放行李的位置差点 我们摆开了箱 都好像不太放到 这个就是房间位置 房间又很中式 整个床架 都是这样的style 然后又有些画 好了 我们分享到 这个櫃也是 你看 又是这些铜钱 看看櫃桶里面有什么